Hello大家好,我是安大一,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个刷酸的专题的分享 我两年多以前就拍过一个刷酸ABC 那个里面我自己也刚刚开始学习用酸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了我做的功课 酸的分类啊,作用的激励啊 那我就做过一个就是AHA和BHA分类的一个表格 我现在把它放得很大 如果你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把它截屏回去慢慢看 那这个就是我做的功课 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AHA和BHA AHA就是果酸,它就是一类酸有N多种 然后它们各自的那个酸度功效不太一样 然后BHA呢就是水阳酸 那我也不是专业的这个皮肤科医生 我只是一个护肤爱好者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看一些网站啊 在一些主流的,比如说药妆皮肤科医生那种网站上 或者是一些美容杂志上看到的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或者是不太正确准确的地方呢 也欢迎专业的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指证 大家一起学习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护肤上的刷酸这个概念 那你可以看我之前那个视频我就放在上面 那我这边就是稍微在所谓温故之心概括一下吧 那刷酸这个概念很早呢 其实是从美容院这个一个护肤手段吧 它们用比较高浓度的果酸或者是BHA水阳酸 来给你进行一个化学去角质的作用 那为什么要去角质呢 其实我们的皮肤它天然就会有一个代谢 比如说比较年轻一点皮肤 28天它就会老费角质代谢掉 长出新的来 但像我比如说40岁的 可能就要48天或者是要更久的时间 另外像有一些毛孔粗大的人 爱长痘的人 可能都是因为这个角质代谢不太正常 所以呢就需要用一些物理的或者化学的方法 去帮助你调节这个角质的代谢的效率 那像物理的方式大家熟知就是磨砂膏 或者有一些用那种洗脸肌 也可以帮你去角质 那用化学的方法去角质 其实就是刷酸 就是用AHA或者BHA 果酸水阳酸帮助角质去代谢 然后刷酸 为什么这个概念这两年这么火 大家看市面上也非常多的 就是酸类的产品 就是现在宣传的 它可以细腻毛孔 可以美白 可以减少痘痘 可以去掉你的什么闭口 然后让皮肤光滑透亮 甚至减轻细纹 减少色斑等等 就好像感觉是无所不能 那从皮肤科研究 就是理论上我觉得说得通 就是AHA和BHA 它就让你这个表皮的老肺细胞代谢掉 那你心长出来自然就比较透亮 比较细腻 甚至色斑都减淡 豆叶也会减淡 另外呢 这个酸如果达到皮肤的比较深层 是有促进胶原蛋白再生的 所以你皮肤可能会看起来细腻饱满 细纹减淡 那另外像水洋酸BHA相对于AHA果酸 它还可以进入毛孔比较深的地方 就让你毛孔里面那些油脂代谢掉 这样它就不容易堵 不容易发炎 所以就可以减轻痘痘 理论上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我自己用过这么多酸的产品 所以就这里提到几个误区吧 第一就是 真的不是你随便买一罐酸 用一下你就可以换头 就是护肤品也好 甚至到美容院也不能够达到这种 所谓换头的效果 原来毛孔特别粗 用了一下 毛孔马上就变细了 是不可能的 它只能起到一个帮助的感觉 第二个误区呢 就是大家觉得买一个酸类的产品 然后你用一下就是叫刷酸了 但其实我们在家的这种护肤品 大多数来讲都是浓度比较低的 那相对比较温和比较安全 但是它的效力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那么高 我觉得相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讲 就是酸类的护肤品真的还是相对其他的宣传的这个植物 那个植物提取在脸上能够看到一些变化吧 所以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用酸的 也从不间断去用酸 当然这个过程呢 就是有一些副作用 会让皮肤变得很敏感 我用了这么多 哎呀 就是几次吧 脸真的是快要烂脸的边缘 所以美妆博主不容易 今天呢 就是到时候跟大家分享这几款产品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这个酸的产品 大家在市面上选的时候 常见的几种形式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爽肤水 原因是酸这个东西 大家用的时候要干脸用 它如果碰到你脸是湿润的时候 它这个PH会调控不好的话 会产生刺激 所以做成爽肤水就比较符合你护肤的习惯 它干脸用最好 你洗完脸就直接第一步就上带酸的爽肤水 第二种呢就是一些面膜类 这个比较好理解 因为酸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刺激的 那面膜呢 它里面也可以加一些滋润的成分 就是那种涂抹式的 那你留到十分钟就把它擦掉 它就不至于在脸上停留太长的时间 帮助就是说大家去适应它 那最后一类的稍微少见一点的 是精华类 就是含酸的精华 但是这种呢 我感受到的一般都是 一些比较低浓度的果酸 这个果酸它在低浓度的时候 它会让你那个皮肤 角质层的那个含水量会增高 所以长期使用下来 其实是让皮肤感觉更保湿 那保湿了 充盈了之后就感觉更通透嘛 所以就大概我自己用下来这么多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分享我用过的爽肤水类 像面膜类我用过三个 然后精华类有两个 就还有五个产品 我就在以后再找时间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视频的最后也是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一个小福利 所以美国的小伙伴看到最后 我就又要送礼物了 就是很小的礼物吧 跟大家分享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打个小广告 就今天这些产品 有的产品 你是可以在那个英国的海淘网站 Look Fantastic 这个网站上购买的 他们给我一个国主的折扣码 用这个折扣码 Anna Life 你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自动匹配每一个单品的最低折扣 所以无论你是买酸的产品 或者买其他的护品 都可以试一试 另外这个是海淘友好的 就是很多国内的小伙伴 想买一些欧美的护扣品啊 也都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来 价格也很好 买起来也很方便 然后大家要进的话 就一定要进 Look Fantastic 中文站 用这个折扣码 这和网站的这个优惠呢 其实是不影响 我对这些产品的评价 因为这些产品 是有的是你是在这上面能找到 有的都是我自己买的 所以我们还是着重 这个介绍产品 只是跟大家分享 有这么个优惠的购买渠道 那我现在就开始吧 先说一个 就是最近这么一年多吧 最火的一个酸类的产品 就是这个品牌 叫Dr. Dennis Gross 我虽然只有两个小包装盒 但是里面 其实我是用过三盒 这三盒都是 我买那个什么面罩 它里面送的一盒 然后另外就是 其他那种beauty box里面 开出来的 就是这种算是小装的吧 大装的就是很多很多片 它这个酸的棉片是分成两个的 就是它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含有 枪基乙酸 水阳酸 柠檬酸 乳酸 苹果酸 就是它放的酸还是很足的 所以你擦在脸上 明显的闻到就是 很酸的那种味道 另外它加了酒精 所以你擦的时候 很明显的酒精味 然后它里面 当然也添加一些安抚的成分 比如说北美金铝莓 茶叶提取物 什么德国阳甘菊提取 卵磷脂啊这种 就是刷酸嘛比较刺激 同时这个安抚抗氧化 然后它的这个第二个步骤呢 里面是VC A醇 VE白莉露醇 Q10辅酶 大家看到也都是 很强力的抗氧化 抗老的这么一些成分 它这个是棉片类型擦的嘛 这个棉片的肤感 还是有点粗的 加上它这个酸又比较强力 所以就是对于一些敏感肌 我有的时候 唇周这个位置 用酸测试多了 就开始觉得敏感 再用它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刺 我用下来就觉得它效果是很明显的 大概用个三片之后 你会觉得皮肤很光滑 但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太强力 我真的觉得不适合 你从来没有用过酸 你用它 特别是你脸是比较脆弱那种 就很容易泛红过敏 用它一定会觉得刺激 它的价格不便宜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 就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在酸里面的产品 是非常就是让我感受到皮肤的变化的 所以总体很推荐 但是完全不适合第一次刷酸的新手 以及敏感皮 所以说到这里 就刷酸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适应的一个过程 你一开始用一些低浓度的 然后慢慢慢慢再进击去慢慢的适应 另外一开始用呢 一周用一次 或者甚至两周用一次 慢慢的你再变成 比如一周用两次 而且都是晚上用 比较早上用 然后最后你要是用这其他的都没有感觉了 再变成什么 每天用啊 或者早晚用 大概是这样 New Beauty的美容杂志的用酸指导是这样说的 我也跟大家就分享一下 那第二个我用过的酸 就是任家呢 他们家这个酸的爽肤水 这个好像也是非常火 好像几乎所有博主也都用过 他们营销的力度也很大 在各种那个beauty box里 或者你到百货公司买 它那个小样的集合的礼包里面 经常有这种小制妆 这个不是我用过的第一罐 我用过三罐这个小的 但其他都丢掉了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正装大的 这个今天就会抽奖送给大家 就是也是看这个视频24小时之后吧 你就在我那个YouTube下面评论 就是我要任的这个刷酸爽肤水就可以了 现美国的小伙伴 因为其他国家我记不了 过不了海关 那这个也是我开的一个什么礼盒里面的 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酸类的产品 还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尝试 所以我就不再开这个了 就送给大家 是一个全新的 这个REN它们家是英国的牌子 它这个叫Daily AHA Tonic 它是一个果酸类的 就是它里面还有乳酸 还有杜鹃花酸 杜鹃花酸其实是一个美白的成分 所以这个酸它在声称的时候说 除了什么帮你去角质 Glow以外其实有一个淡斑的功效 但是就是用这个爽肤水去淡 比如说我眼角那个非常深的 很大块的斑呢 是不太就很缓慢吧 可以说 这个酸用下来我觉得比刚才一个 Dr.Denis Gross的药温和很多 但是你依然在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 会有一些刺刺的感觉 其实乳酸是非常温和的果酸 但是因为添加了杜鹃花酸的水溶物 杜鹃花酸用到脸上就会有一种 灼热的那种感觉 所以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不太会说实话引起你皮肤大烂脸 我只是从成分的角度去分析它 但实际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肤质不一样 所以这罐我用下来真的觉得还是挺温和的 在用它的时间会觉得皮肤是比较透亮 比较平滑的 这个酸我是很推荐的 我觉得它定价也挺合理的 就是没有很贵 也比较适合刷酸的新手 第三个就是老朋友 之前在品牌剧药给大家分享过 Morah家的这一款酸 大家看是这种水油分离的 你用之前呢就是要摇一下 把摇匀倒到棉片上擦到脸上 里面就是含有果酸是枪肌乙酸乳酸苹果酸 另外添加了水洋酸 它也是果酸水洋酸都有的 所以就是在什么美白体量 皮肤肌肤的同时 对痘痘也是有帮助的 枪肌乙酸算是果酸里面 比较典型经典的一个酸 那它就没有那么温和 同时添加一些保湿的成分 就你涂上去会觉得很润的那种状态 油油润润的 里面有绞沙碗 玻尿酸 甜墨药 甜墨药是消炎的 另外还有维翼啊 印度链 还添加了传明酸 那传明酸听上去也是酸字 但它不是果酸 它是一个美白成分 所以这一罐就是很多功能 但它唯一的弊端呢 就是它算是比较刺激的 我觉得没有很适合特别敏感的皮肤 我用就还好 但是偶尔就是我有的时候 搞A唇 搞皮肤敏感了 再用它也是受不了 所以我正常的 肤矿的状态下 用它没问题 好那下面一个是一个 因果的牌子 叫Rodeo 它名字是Glow Tonic 就是一听上去 就是好像让你皮肤有光泽的 那这款也是爽肤水 你看它这个包装我很喜欢 就上面是有点像 西加水 拿棉片压的 那它里面的成分就是 枪肌乙酸 乳酸 水洋酸 维C衍生物 这个酸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之前好像还推荐过 就它呢 就是非常非常不刺激的 同时它的效果又很好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普通的爽肤水 洗完脸擦脸 很明显就皮肤很平滑 很明亮 会有提亮的效果 而且它一点都不刺激 所以我是非常推荐新手 如果你想要一个 特别是油皮新手 就想要一个减少毛孔啊 平滑肌肤 这么个爽肤水的话 很推荐用这一款 当然我之前推荐过 到现在都没有用完嘛 它这个开封了 我自己有一年了 我因为要测试很多其他东西 这个就没有坚持用完 否则我是很喜欢它的 一定会把它用完 它的开封的时效 就是六个月 大家看护肤后面 都有一个画着小瓶盖 然后上面写的什么 6M或者12M或者24M 就是指你开封之后 这个护肤可以保鲜多久 刚开始用这瓶爽肤水 是透明的那种状态呢 随着时间 它现在就有点那个呜呜的 所以我判断它可能就是 没有 不说过期 但是里面的成分 可能已经不是最好的效果了 它用那个棉片栈 其实还是蛮费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就是你买一罐 这么用的话 六个月之内肯定会用完 就这个我还是挺推荐的 那下面一个就是 这个叫Tula 还叫Tula 我不是很知道 因为我这个是 你看很小瓶的 然后按压棒 我已经就剩一点点了 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它这个我是在 Northstrom送那个 Beauty Bag里面 一个算是中样吧 然后它挤出来 大家看是有点 就是它名字也叫凝胶嘛 就是凝胶水状 它这个味道呢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 酸类的产品 那种很酸的味道 它的成分是 腔基乳酸和乳酸 另外还添加了一个 乳酸杆菌发酵物 溶包产物 这个成分 大家在SK2 还有什么 雅诗兰黛那个 美白精华里 经常会碰到 乳酸杆菌发酵物 就是也是帮助 角质调理的 然后让皮肤比较通透白皙的 另外还添加了 玻尿酸 银耳 包子果 茶叶和菊菊根 这就是很多植物的添加 也是抗氧化 修复的吧算是 我这个是中样 它的那个正装是 90毫升 34美金 也是跟人家的 就属于比较物美价廉的 一个酸类产品 它用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温和 你的脸完全不会觉得刺痛 而且用完之后 皮肤真的是很水油平衡 就不太会油光满面的 很雾雾的那种 很平滑的感觉 很通透的感觉 我自己特别推荐 尤其你是从来没有接触过酸的 或者是你皮肤是稍微偏敏感一点 你很不喜欢 比如你用过之前的那些 会觉得很刺痛的这种 你都可以试试这一款 长期用下来 也是很有帮助的 让皮肤很平滑 然后最后就是再提一个 我还用过的酸 印象比较好的 就是宝拉甄选的 有一个灰瓶子 很有名 他们家2%的BHA 水洋酸的那个toner 那个toner 它其实有一系列 还有gel 就是褶离面霜算是 然后还有moisturizer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一个面霜 都是那种灰色包装的 那系列产品 当我只用过爽肤水 我觉得印象也非常好 它不黏腻 又很清爽的爽肤水 里面的水洋酸 真的是让我明显感觉 我下巴这个地方容易长痘 容易长闭口 容易堵塞毛孔 就是发炎闷痘的这个位置呢 要平稳许多 就是你不能说用了它 你就完全你变 从一个豆肌变成 完全不长痘的 但是真的是好很多 所以特别是油皮 夏天如果你觉得皮肤很油 想抑制一下油 然后抑制一下痘 很推荐那一款 用起来也没有负担 很棒的一个产品 而且那个最重要 也不刺激 也没有说特别酸的那种 酸的味道 对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一些产品 我给大家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就是按刺激度来分 为什么按照刺激度呢 因为觉得这个酸的东西 如果你弄不好 把自己搞烂脸的 还不如不做 所以就是刺激度上 我觉得比较低的就是 我今天推荐这个TULA的这一个 那第二比较温和就是Rodeo这一款 这个就约等于 宝拉甄选的那个2%的BHA 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然后第三个刺激度呢 就是韧甲的这个 这个就是偶尔如果你特别敏感 会稍微有点刺刺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好 而且一般只有刺三分钟 五分钟之内绝对会消失 不会就说烂脸 然后再有呢 就是Morage这一款 这个还是挺强力的 就是适合一些刷酸老手 如果你用就是比较初级的酸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就是这个 然后最后呢 就是Dr. Dennis Gross 这一款棉片 因为本身呢 它有那个粗粗的棉片在擦的时候 你会觉得更刺激一点 另外那个酒精味非常的呛人 就是眼睛有的时候熏的 有点稍微流眼泪敏感的那种 那这个就适合老油皮 对 我说老不是说你那个年岁老 就是说你的皮肤真的是很厚 就是可能好像很多欧美人喜欢它嘛 就感觉欧美人好像比我们 要更厚一点嘛 他们就很喜欢这一款 那最后剩一点时间呢 就要跟大家闲聊两句 就之前在我做一些护肤专题 品牌聚焦 或者是什么空瓶剂 我就很多空瓶的时候 偶尔会收到一些观众 就比较好奇留言 就会问就是你同时用那么多护品 你怎么能用出哪个好哪个坏呢 就会质疑吧 首先就是我想说做视频 这个大家在镜头前 就一下看我呈现这么多 就会造成一种 我好像同时用这么多 但其实不是这样 就比如说这个酸类的 今天的这个五款酸 我并不是同时用的 上一次拍酸都是两年前 那我就要不停的筹备 新的视频的topic 要关注就是新出哪个产品 还要看别人的review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每天每天都要做的事 等于又筹划了两年 出了这么一期 但是一下呈现这么多 但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是一下用了这么多 而且这个东西 护肤这个东西 对于我来说呢 最开始爱好 现在我是把它当做 所谓工作一样对待的 就是即使我今天拍完视频 我马上就要进入 下一个视频 或下一个选题的筹划中 然后这个筹划往往要经历 甚至几个月 甚至一年两年这样的时间 所以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突然用同时用发声的 而是每天每天都在琢磨 都在看 那普通的观众 我觉得不要误导 就是你没有必要 第一没有必要 像我买这么多 第二你也不要认为 我就是真的是需要这么多 我完全就是为了做频道啊 做东西 然后去试这么多 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 现在很多皮肤科上验证有效的一些成分 都把它吹的这样 然后很多商业利益上 也会把它夸大过大 但我始终就是觉得护肤品这种东西 千万不要觉得你用了一个可以换头 不是这样的 那可能是你要精心的保养 还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钻研它 那我在其中的作用就是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兴趣 我能多做一些功课 让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 另外可能我讲的会更从消费者的角度 就比较能够让大家接受和听懂 然后去选择适合的东西 或者起码你多了解一些 也比就是完全听那种宣传 像我们比如说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你买护肤品的话 你真的就是完全看电视广告 对吧 一个很美的那个在那涂两下 然后你就买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我觉得这个自媒体还是还是蛮有用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我这个过程吧 怎么去测护肤品 对于我来说呢 我所有我推荐的东西 我必须都要上脸的 我是不能接受 不论是合作也好 非合作也好 我就随便拿一个随便说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的上脸时间 一般是不少于十天 可能你觉得十天也用不出来什么 但是护品这种东西 有谁能去做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实验 比如说像化学实验 一个变量不变 把其他的改变了会怎么样 我好像以前也讲过 就是人只能活一辈子 谁也不可能 在同一个人身上 排除个体差异的同时 还让这个人的所有的生活的条件不变 心情啊 营养啊 睡眠啊 然后包括用其他护肤品 都不变的情况下去测试呢 然后再回头看 这都没有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我能做到 就是亲自上身测 另外比如说用一个护肤品 那这个同时 我其他的 比如面霜 然后什么洁面 我就不要变了 我就测它 至少十天 另外可能这十天 我都不足以说明 要排除一些 比如说荷尔蒙因素 大一妈的因素 可能下一个月 我再找出十天来 再去测它 所以我不会同时 用很多新品 就是在老产品 我已经对它觉得 完全了解了 差不多的这个印象下 我再去添加一个新品进来 所以我出护肤品 视频的速度 大家感觉是很多 但对于我来说 真的没有很快 就是 而且还建立在 我真的是一年365天 都在测护肤品的 这种状态下 对 像比如说 洁面类的产品 卸妆这种就比较好测 你大概用几次 你就能感觉到了 对吧 化妆不化妆 洗的干不干净啊 等等 但像精华呀 面霜啊 像这种酸的功效类的东西 就确实对我来说 可能有了至少几个月的时间 另外我虽然觉得 我已经很真诚的 很细致的 认真的在去分享 和测试这些东西 我依然觉得 我的东西完全就是主观的 因为它就用在 我自己的脸上 然后也是我自己的 主观的感受 好像也没有一个什么 所谓什么样的标准 去定义这些产品 但大家都是没法 给出一个很客观的评价 所以我觉得 博主的作用 就是大家可以多看看 就是不同人的 然后有相聚 自己服饰的 其实关键 还是让你买来用了 你才知道 适不适合你自己 所以很多经验 什么的 都是实践出来的 也确实是这样 那我就希望 就是帮大家 缩小这个范围 然后另外用我自己的语言 去尽量的客观的 真实的反映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刷算ABC之二 就是刷算这么个专题的 全部的内容 希望大家种草开心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 想要购买货品 别忘了到 LookFantasy这个网站 用我的折扣码去购买 那这样的话 应该价格会 叫实惠划算一点 好 那就是这样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期内容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